好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 是張國立寫的 一口咬掉人生 人生能夠一口咬掉也是不錯的 張國立先生 好 在大陸記者人生當中 讓我想起來 其實你的人生是從哪裡開始 是學校畢業了 進入社會 你的人生才開始呢 還是你退休了以後 你真的可以做自己愛做的事情 你的人生才開始呢 所以人生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現在來講 今天有兩位呢 是從比如說三十幾歲 離開自己的上班族 然後去創造自己另外的人生 那就是溫世凱跟Stanley 哈囉 陳妤好 好 那今天的人 其實都跟旅遊有關 都是不安於事的人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兩位都是從上班族 然後都變成了這個 不能這樣講 牛族好了 牛族對不對 然後出書 對...而且剛剛好出了一本新書 送給我們小燕姐 對位的旅行 對位的旅行 這旅行完了以後 都一定要出書對不對 要不然本錢什麼 要賺旅費啊 對啊 賺旅費啊 有道理啊 對不對 好 那人生呢 是不是從退休開始 其實我覺得像國立啊 張國立跟這個陶傳人 陶傳人 你知道自己公司啊 愛怎麼說退休是什麼 對 不能這樣講 但是也是 人要捨得才能得啊 對不對 要捨才能得 所以你是幾歲的時候 開始退休 我是 46歲開始演戲以後 真的慢慢退休了 所以演戲就改變她的人生 所以她從開始退休以後 戲是不斷 歌也沒少唱 對不對 旅遊也沒少旅遊 對不對 人生是更豐富 謝謝 張國立從55歲 離開了正職 好不好 我講正職就是 一般人所謂的正當職業 所以我現在是不正當職 不是... 以前她是...就是 一邊有從事新聞工作 一邊就是寫作 等於55歲 退出新聞界以後 人生更寬廣 因為她現在拿了廚師執照 領隊執照 她現在正在預備考 水電工執照 對...這我老婆要求的 很賺錢 因為水電工太難教 水電工真的很難教 水電工真的賺錢 我告訴你 水電工說他願意來 我們都好感激啊 真的... 是不是 而且你白髮蒼蒼 大家都覺得你很... 你很這個... 不好意思叫我去修 不是... 沒有... 你就覺得你很穩當 來一個很年輕的又很擔心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你可以說 人家五百 你可以要一千 沒有 要看我有沒有保險 保好了沒有 萬一我扭了腰怎麼辦 其實你看他的... 然後一年兩本書 人生還不錯耶 老婆陪著你旅遊 吃好吃的 對... 對 只要提到老婆當然都對 他寫給我的書當中就是 這個...很有意思喔 以書報平安 其實真的很好 以書報平安 然後至於趙薇在書裡 對 如果書裡都不寫到趙薇 會翻臉嗎 不會 他高興死了 他就不要你寫 來 請坐...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人 其實現在來講 大家都可以活很長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到了退休年齡 有的時候五十幾歲退休 或從軍中退休 其實人生才真的要開始 所以國立你要不要 一口咬掉了的人生當中 鼓勵一下這個 在五十歲左右 要踏入人生另外一個階段的人 是怎麼樣調整自己的這個身心 對不對 我說不是不太贊成退休啦 就人最好不要退休 因為就是大概在年輕的時候 就要培養 就是說我將來離開這個第一個工作之後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接下來應該做我喜歡做的工作啦 就會做得很自在的工作啊 這樣會做得很久很久 然後又會得到滿足 就像小燕姐妳一樣 就一直在做是不是 對... 像你們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離開了正當職業 對 不過那時候是 沒得選擇 因為你知道做廣告公司的 每天都是每天每夜的 就要有一天突然間倒了 然後去到醫院了 然後醒過來的時候 美國醫生就問你一句話說 我覺得你們東方人很奇怪耶 你們 我們都要 對...不過我當時因為 我因為家裡有點狀況 所以我被逼得說 我一直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我自己覺得我很幸運說 剛好我一直都在寫作 那是我打工的另外的一個外塊 可是沒有想到說 在當時因為身體的關係 決定說那先辭職一下 因為你知道美國很擔心啊 萬一你在我的公司島的話 對不對 這個業主要出問題的 對 他就告訴我說 那好 你留職停薪 那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那剛好我想說 反正我都在寫作 就一個人開車到美國 我才發現原來我所認知的美國 跟我親眼看到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 結果開始就越寫越多 越寫越多 然後你寫了很多以後 人家就突然間來找你 你就覺得說 又有錢賺 又可以玩 為何不 然後錢的事情已經 跟以前的想法 已經不太一樣了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才會重新把以前的東西 都丟掉 開始變成旅遊跟寫作 那國立呢 你是真的離開了新聞界 對 因為新聞界的工作 我覺得這比廣告更沒天沒夜 而且是一種很奇怪的心態 對... 心不好 不能說心不好 真的 我... 因為我很多新聞界的朋友 他們有的時候覺得說 最近怎麼都沒事啊 就這個心裡是很奇怪的 當然大家都不希望有事 可是沒事新聞工作怎麼做啊 對...我壓力很大 我那個時候大概 早上十點半上班嘛 大概到半月一、兩點才能下班 所以就是羈牙... 到最後... 快就爆炸了 有一陣子我每天到那個醫務室去 去找那醫生說 我覺得我今天血壓很高 那醫生幫我量一量 你很好啊 可是我每一天都覺得自己頭昏 就到這種地步了 你是... 對啊 男人也有更年期嘛 算不算 有... 有... 所以那個時候 你真的從你的正職退下來 55歲又年輕又不算年輕 對不對 這個... 因為我對於物質欲望很低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了 我的生活一直都很簡單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做我自己喜歡 可是你不是一個人喔 這一點是我老婆比較好的地方 聽好 缺到我不要擔心 類似... 類似... 所以比較沒有壓力 然後他又比較放縱我 就是我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就開始寫作啊 讀書啊 那讀書這種事情很奇怪 你一旦讀進去了就出不來了 就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好像一天沒有看到書就是很難過 那我以前在大陸上被當匪迪 當國特抓過 七天啦 那七天裡面發現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 就沒有書看 對 後來有一天我看到一張破報紙 我把它撿起來看 看了好高興喔 那時候我就知道 所以你是有影在有字的影 所以必須看到字 對不對 像喝酒一樣的 要喝到酒對不對 對... 所以你每天都要看書 對... 你知道你現在已經是稀有人類了 真的喔 國寶 國寶 對不對 現在的人幾乎... 當然也看書了 就是比以前來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在作家面前我不能這麼說 看書 因為你看的書一定是各式各類的 對 大部分都是黃色小說這樣 對 我在你的書看到你說 你寫作其實是到一個... 不是在家裡寫作的 對...在海邊 因為我很喜歡海 你看實在是好羨慕 好羨慕 你就是要說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 寫作的時候他可以離開家 對 有一個海邊的地方 可以讓他寫 好好喔 對 沒有 他寫的那個... 他講的那個畫面喔 他比如說寫作 然後漁港啊什麼 你知道就很像那種法國電影裡頭 一個人到那裡寫作 你的人生是讓人羨慕的 不是 法國的海邊的房子 是比都市要貴的 台灣的海邊的房子 是沒有人要的 差別很大 所以差別很大 但是不管有沒有人要 情境是一樣的 情境也有差 有差嗎 那邊都是... 都是很有錢的人住在那邊 每天都很優雅 穿著Polo衫啊 在那邊散步 我們那邊都不是啊 都很辛苦的 沒吃飯還要去釣個魚 哇 掉半斤 老婆出國遇到搶廢 張國立見死不救 誰被搶過啊 我老婆被搶過 在破爛的海邊 拿一個小包包 就坐到海邊說 你過去買車票 我在這邊等你 我才剛剛走過去 沒多久 我現在還在那邊慘叫 我說不得了 我要你買車票 還是回來救她 後來我決定 還買完車票回來再叫 萌娃的友誼順襲萬變 我自己又是看歌的好朋友 又是我也好朋友好嗎 你不理我們了 你們兩個不理我們了是不是 我們走了 我們走了 好 老師 其實在你的人生當中 真的 其實接觸了戲劇就唱歌 其實你才知道說 你真正的愛的是什麼對不對 其實我大概還有很多東西 很愛 還不知道 所以要挖出來 雖然年紀大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挖出來 寫遊記也是50多歲以後 才開始 對 年紀46歲 好好工作 這輩子還沒學會 能不要好好工作 老婆真的滿重要的 很重要...對不對 對不對 像你... 其實也不是嫁給老婆 而是老婆縱容你 可以讓你做你愛做的事情 對不對 有沒有... 有...絕對有 越來越縱容 而且...而且是陪著你去做 其實很重要一點 比如說像你去找音樂 他就隨著他的音樂 喜歡的歌曲到美國每一個城市 這個要老婆陪著耶 對 我覺得有個伴比較好 因為你覺得很舒服 你覺得好開心的時候 要分享 對 別人分享 還有吃飯最討厭 你突然間想說 我今天難得 我要吃個好吃一點的餐廳 特別到歐洲 那個萬一想要吃米淇淋餐廳 不好意思喔 一個人不給你餅了 真的嗎 很多是這樣子的 很討厭的 對 然後有時候你自己吃得 好爽的時候發現說 自己...那個錢掏出來的時候 好貴喔 如果有兩個人吃 三個人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分攤一下 而且享受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後來... 其實我覺得想說 就是看到美景的時候 也是要有人分擔嘛 對不對 好玩的時候 都要有人分擔了對不對 可是國立你好像 他是喜歡隨性的 他老婆是要安排的對不對 那現在求取到平衡點了嗎 你第一本書 就是在求取平衡點 其實我們還是會吵架啦 好棒喔 當然最後... 對 最後是我要妥協了 你要妥協 對 對 就是我老婆是那一切 按照計畫去做的那種人 對 我是沒有計畫的 所以她現在學會一套說 兩個人開什麼會啊 非得要開會 我就乖乖坐在那邊 然後就告訴我 這個要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 所以嚴格說起來 你是聽她的就對了 對 我就是寵物... 寵物 照顧得好好的 可是你如果要出門啊 要綁跟繩子這樣 就按照她的計畫來做 你這是怨言嗎 你這是怨言嗎 沒有 這是發自肺腑的關係 你老婆是這樣開會的 對 然後她的計畫很詳盡 只要我稍微破壞掉了 她的計畫就會發明 譬如說早上 九點鐘要去吃哪一家餐廳 我如果睡到八點半 她就已經把那個茶杯啊什麼 都往地上一摔 我不吃了 真的好可怕喔 可怕吧 對 好可怕 我老婆不想 我老婆... 我們兩個有什麼意見 她說你那個正經紀哪裡 哪裡... 我想... 好 不能惹她了 我不相信她會丟茶杯 你一定有形容過 她最終把茶杯 你還放在桌上放響一點 你怎麼還不起來 對 我們寫小說的 稍微誇張 對 誇張對不對 我們就不但你寫小說的 誇張 其實了不起就是說 我們講好了 其實女生都這樣 講好去吃早上九點鐘的 我期待那個Bron去找午餐 那你睡到八點半 出來旅行睡什麼覺嘛 對...她也是這樣講 她也是這樣講... 你看 是不是 Stanley是說好可怕 沒有 因為要是我的話 我就會叫她說 你膽子我先睡 你膽子這麼大 你膽子這麼大 我不敢 我們年紀大了 對...我們不敢 你年紀輕喔 你膽子很大喔 我覺得你最好不要喔 對不對 你叫老婆自己去吃 對不對 成熟男人都很聽話 就是很聽話 對不對 人生啊 是要走過一些路 才知道怎麼走 比較好走 史丹利對不對 對 真的 史丹利才剛結婚 但是她還沒有看到後果嘛 沒有 她本來是不結婚的 你看 不婚主義 嘴巴講得很大聲 我不婚...我不婚 碰到另外一個也說我不... 不婚 對 不婚 我沒有現在想婚 終於在今年結婚 恭喜... 謝謝... 那我大概已經遇見了 大概20年後的樣子 對... 45年後的樣子 結婚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結婚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 世界結合在一起 包括了家庭啊 包括了親戚 包括了朋友 而且最麻煩是那種生活上的細節 很麻煩的 因為你從你第一本書 就是跟趙薇開始第一本書 我就看了細節上面的 你知道寫小說的人 都是比較誇大 那沒有寫的人就是很... 很物足嘛 對不對 就是... 就是憑她的字眼去形容 但我們因為瞭解趙薇小姐了 她只是一個... 我覺得她也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 你也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 你為什麼不那麼事事求事呢 她是非常優雅的新聞工作的人 我們是非常低沉的社會新聞工作人 不一樣啦 差別很大 差別很大 因為她就是覺得 我如果要去哪裡 旅館不訂好 去得怎麼辦 對不對 火車票不訂好 你找不到 火車搭不上 旅館沒了 對不對 旅館不訂好 火車上去了 沒房子 這一切在國外都不要浪費時間啊 出國就是在浪費時間啊 那就是享受啊 因為一直在浪費時間的時候 你才能享受到 要不然你會被... 火車搭不上 走到另外一個小鎮 又是一個 對不對 對... 你沒被搶過喔 我老婆被搶過 她被搶的時候是 在破爛的海邊 她覺得那個時候環境很好 很漂亮 拿了一個小包包 就坐到海邊說 你過去買車票 我在這邊等你 你看 我就是苦工都來 要過馬路 那個馬路很寬很寬啊 她走好久才走回來 我才剛好走過去 沒多久就聽到她在這邊慘叫 我想不得了 可我要去買車票 還是回來救她 後來我決定 還是買完車票回來再救她 然後那時候發現她整個臉色 都已經變了 因為包包被人家搶走了 真的就被人家搶走了 所以其實錢包不要這樣拿嘛 對不對 常常去歐洲的人都知道 錢包不能這麼優雅的 不能做優雅小姐 對不對 對 那她又有個習慣 就是出國的時候 錢都要放在她身上 然後拿一百塊給我 放在我身上 然後到哪裡說 你先付錢...你有一百塊 於是所有錢就被搶走了 然後... 然後怎麼辦呢 接下來就是那個波蘭的 那個海岸巡防隊來了 都帶了那個自動步槍 然後接著警察也來了 就看一個東方女的坐在那邊哭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是覺得被搶是一種驚嚇 驚嚇 那個嚇到就是一時之間很難平復 然後接下來人生就很悲慘 接下來就是警察局報完... 然後最後警察用警車幫我們送到 隔旦思客火車站 讓我們坐火車回華沙 最後一班火車已經開了 那怎麼辦呢 還好有一百塊啊 就說在當地再留一晚吧 那那一天是禮拜五晚上 所以打電話去 所有旅館都客滿了 太好 終於可以睡火車站了 那幸好後來找到一個民宿 睡了一個晚上 就是中間很坡著 可是這個對她來說一直刺激很深 第二天早上去火車站 她叫我把錢藏好 買了火車票 對 錢要藏好 買完火車票以後 我就把錢藏好了 上車了 查票員來了 說車票呢 奇怪 摸過老伴那超片 怎麼摸出一百塊錢出來 糟糕 她不要藏好嘛 所以就...就是鬧了很多笑話 所以那一段旅程對我們來說 是很快樂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 錢也沒了 錢也沒了 那當然就一個方法 趕快回台北啦 可是那天是6月30號 歐洲已經開始放暑假了 所以那個銀行的櫃台就跟我說 張先生 你要回台北啊 你8月1號再來看看呀 就很慘了 對不對 那還好是住在當地一個朋友家 然後就是 接下來那一個多月 是我跟趙薇兩個最快樂的時候 因為身上沒有錢啦 什麼都沒有啦 每一天就是以滑沙為原心 就是當天來回為半斤 坐那個慢車啊 每天這樣玩 因為你... 你們真的就待了一個多月 沒錢的情況下待一個多月啊 對 後來當然還是會有一點錢 就是我跟我朋友商量 我跟他出去的時候我刷卡 他把現金給我 這樣都刷了 就變勉強的過日子啦 然後就是每天這樣玩 可是因為沒有錢了 所以不會吵架 就是第一個不會說 為去吃什麼東西吵架 不會為了住哪一家旅館吵架 因為已經沒錢了對不對 只能吃那個最少的 對... 所以也不要想住好的 只能住呢 唯一可以住得起的對不對 對 一個多月耶 所以我可能是台灣少數的 就是每天這樣 在波蘭住一個多月也回不來啊 我覺得你是有... 有計畫性的就不要回來 要想回來 應該還是想得到辦法對不對 是不去想啦 對不對 是不去想嘛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有計畫的把趙薇留在那裡 過什麼都沒有的日子 我覺得你是耶 沒有 你是有那種冒險的心理 你覺得人生就這樣過啊 趙小姐 你就跟我這樣過啊 對不對 這樣想起來我覺得有一點道理 有一點道理對不對 我們兩個其實是可以這樣過的 這樣過完 我們再來過 你其實是有一點點 詐騙集團的嫌疑對不對 也不到詐騙集團 當然但是有這些搗蛋的心情 你是覺得試試看嘛 作家都想嘗試一下 其實也滿有意思 這個人生怎麼會到這個年齡 再過那一個多月沒有錢的日子 要是我的話應該要更高感一點 就騙老婆說 然後我們只買到一張機票而已 我以為我先回去 我還以為我先回去啊 讓他先回去啊 你可自己可以玩得更開心 但是Stanley 你這個心思最好不要講什麼 如果我要救你的話 我把這一段會剪掉 沒關係 他不會從其他知道開玩笑的 他知道開玩笑嗎 我覺得像陶老師就沒辦法 因為老婆一定逼她說 你把我想辦法弄回家 對 妳就想當然要回來 應該是他回來 我戴著 戴著 他一定會這樣 不過丟護照當然是越丟 越那個心情... 對... 我第三次丟已經差不多 難過大概十秒鐘 就開始想 一 要做什麼 二 做什麼 三 做什麼 四 做什麼 我做什麼 對 變成這樣 丟護照對我們來講 應該都不是一個什麼問題 丟護照是什麼 等一下 丟護照 第一 要做什麼 去報警 在...不管你在哪裡丟 你就去最近那個家去 我就是在這兒丟的 因為警察局不愛搜證案 你確定你是在這兒丟 我就是在你門口丟的 因為其實是他也幫不上忙 他是開一張證明給你 拿了他證明 去我們台灣的辦事處說 某某人說他的護照丟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報警 拿證明 然後去辦事處 然後... 因為一定要有這個證明對不對 所以不要慌 也不用... 也不用... 千萬不要去追那個小偷 一定追不到 江國立分享人生哲學 史丹麗被打臉 不過是要沒有錢這個東西 都沒有人是完全不一樣 你會變得很開朗 會丟掉很多的包袱 你今天這樣講 史丹麗又有新的這個啊 沒有 我一直很認同這個想法 我就是說你太認同了 你再不看你一千啊 沒有 你等著頭髮白的手 你知道嗎 我沒有想到你真的時候 可以再一個多月就好了 很開心是不是 太快樂... 完全沒有壓力 講開了 我覺得如果我訪問趙薇 他會說太快樂 他大概不會 可是他也會... 他事後會回想覺得那個日子 其實還不錯 因為有一些地方 不可能去的地方會去 然後因為你每天有大把的時間 所以你會開始交朋友 會交了很多很奇怪的朋友 交了很多奇怪的波蘭的朋友 譬如說我住的那個地方巷口 是一家比利時人開的 比利時薯條店 對面是個波蘭麵包店 波蘭麵包店老闆覺得我很可憐 沒事給我兩個麵包吃嘛 真的假的 他以為你是落難的移民... 難民是不是 對 他有一天叫我過來 他說 隔壁是對面那個比利時人 你去問他現在幾點 我就想說去問他幾點幹嘛 就跑過去問 原來 我後來還知道 比利時人吃薯條都拿在手上嘛 他今天拿在手上 你問他幾點都看錶嗎 所以薯條 那個波蘭麵包店老闆那邊 好高興... 所以他很討厭他對不對 也不是 他們就彼此之間開玩笑 開玩笑 有一天比利時那個 賣薯條的知道 他把我叫去 他說你這個波蘭人換燈泡 要怎麼換嗎 他說你要找水電空 要找四個 我說為什麼要找四個 他說波蘭水電空 一個人握住那個燈泡 三個人抱住 他開始轉 他在罵那個波蘭人很笨 對... 對... 所以你剛剛講 你這一生最開心的日子 早一點想 沒錢就是你最開心的日子 對不對 對 因為不想錢的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次知道 如果說世界上 沒有錢這個東西的話 人生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會變得很開朗 你會丟掉很多的包袱 多好 對不對 可是又丟不掉 人生就很矛盾 你今天這樣講 史丹利又有新的這個 沒有 我一直很認同這個想法 我就是說你太認同了 你等於太年輕了 對不對 你等到頭不白的時候 你再認同了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啊 對不對 陶老師 他太年輕了 我不能這麼鼓勵他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他這樣子就是叫做 對 其實我一直覺得錢這種事情 對來講夠用就好了 我不想要賺很多錢 對 我不曉得就是 每天在那邊賺錢 然後你只是夠用可以出去玩 然後可以有下半輩子的生活 就好 但是雖然說我可能... 你夠用就不夠下半輩子 沒有...因為... 對不對 我們要講一些這個比較實際 現實的話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能一直說那個... 這個滑沙一個多月 這個沒錢也可以過日子 NO 還是要有一張卡來刷 所以人家才把現金給你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人生當中其實可以過得好 或者過得不好 其實取決於自己的認定 對... 你什麼時候認定自己 去演戲就最開心 我第一次演戲的時候 就很開心 對 對 我因為進入這一行很晚了 算中年了嘛 對不對 46歲人家找我去演戲 我才把那一齣戲演完 我第一齣戲就演了三十幾場 最後演完了 心裡有一個感覺 我沒炒貨 對 你要說演得多好 這個談不上 就是我沒炒貨 我沒落詞 我沒落場什麼樣的 下來 好滿足 居然我還有能力 可以做另外一個工作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個是很嚴肅的一個工作 所以... 然後就開始一路演下來 演到現在 好像我必須因為要去演戲 而那個... 我最喜歡的旅遊 我就不能常常去變成這樣 但現在就是說 跟他們這個劇團也不錯 可以去大陸巡迴 對 是不是 因為大陸比較少機會說 去哪裡玩 因為講出來現在 二十多年前 我是非常想去 但是那時候我公司也不好 所以沒機會去 二十多年後你再去 每個城市一去 怎麼都一樣 到了烏魯木齊也是一樣 也是大樓 高樓大廈 所以跟著劇團去 就比較有多一點自由的時間 坐個地鐵啊 到哪兒去啊 我們下午反正要三、四點 才進劇團 早上我一早七點我就去 對 一個人可以放 那你為什麼會考廚師執照 是...我也很喜歡做菜 可是我家輪不到我做啊 那我就乾脆出去 考一個廚師執照 那我考的廚師執照 叫秉級廚師執照 是這個 起碼 最低的呢 這是你炒的嗎 哪一個 對... 這個是我炒的 這個是秉級炒出來的 這個...這個還好啦 這個很漂亮喔 你沒有看到我拿手菜啊 拿手菜 這個什麼 這不是秉級了吧 這是個魚 這個高級魚啊 會做魚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是 這個是我在秉級廚師 上課的時候做的 這個...這個不容易耶 這個 偷偷告訴你 其實這很容易 這很容易嗎 對 就是把魚下去炸就好了 可是炸的過程中要小心一點 留意那火候 因為我老師很好 所以教我教出來很好 可是因為上課啊 告訴你 我看過炸傘的也有 炸傘的也有 皮沒了都有啊 我就說我有點天分啊 有點天分...對 你很厲害耶 這是我老婆做的 就好吃了 你看啊 就這樣... 你蒸狗腿耶 你比老婆想不到很會做菜 我老婆的嗅覺跟味覺 超乎常人 她一回去聞到我身上的味道 大概知道我今天去過哪裡 這個很麻煩 一片黑白啊 一片黑白 所以從漁村回來還從哪回來 她都知道 對 她很厲害 你老婆只要鎮定劑OK的 對...一二七顆 都沒事 基基OK嗎 她OK啊 她做菜什麼都很OK 她可能有時候也是需要鎮定劑 有時候太過動了 不然會比較容易亢奮 對 基基是一個很過動的人 對 她是一個很過動的人 對 比我活蹦蹦跳大概十倍吧 對啊 所以你有的時候 就是你不想活蹦蹦跳 你就讓她去對不對 對 我就讓她 但有時候為了要跟著她 沒辦法 像我她就是 我跟她在一起之後 才跟她去學滑雪 對 然後...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我也就是不得... 不是 不得已啊 我自己也還滿喜歡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會講好說 我們現在就要滑遍 全世界的雪場這樣 對 然後她每次... 對 她每次去的時候 這樣只有我 她每次去的時候都是 一個人就衝 等一下 你的衣服跟你的滑板是一樣的 對...一樣的黑色 你這麼豪華啊 不是豪華啊 就是...就是裝備啊 對啊 就是裝備 然後每次我們到了雪場 她就第一個都往... 往最身上上面衝 然後通通 然後可能八公里 十公里 都這樣子這樣滑下來 對啊 然後我就是貪成這個樣子 年輕真的好 對不對 還可以去玩這些 對不對 這個時候在我們家就叫兒子求兒 太激烈 我們玩那個... 麻將是不是 比較安全一點 不太高 不太熱 也不太冷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 但是你的領隊執照又是怎麼考的 因為我很喜歡旅行嘛 就是說閒的也閒的 就考一個領隊執照 因為將來可以帶團出去嘛 這個是在哪裡啊 這個是在克羅埃西亞 有個小鎮上面的 克羅埃西亞是什麼地方啊 克羅埃西亞 這個有西亞西亞的這個... 你看過那個宮崎駿的電影 卡通電影《紅豬》沒有 對啊 《紅豬》就是背景就在這裡 對 所以很漂亮的一個 卡通電的地方是真的有嗎 對...很漂亮 然後那邊有一座廢棄的 歐洲有兩個長城 一個在英國嘛 另外一個地方就在這裡 那我老婆就覺得 我就又發神經病 我只要看到有城牆就一定爬 所以我們一路大概就這樣子 走了很久 然後到一個小鎮上去 很漂亮 這個是在捷克 你玩的都是歐洲那種 小國 古國 對不對 喜歡 對...比較喜歡歐洲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念歷史 要趕快去啊 求證 現在越來越危險 對 那什麼地方 土耳其 土耳其 也要快點去 還要打錢 是不是 小燕姐 妳那個個性滿雨天的 還沒有出發就先想到這個 而且就不會去了 對... 真的糟糕 這什麼地方 這也是捷克 捷克 其實現在還能去嗎 捷克還可以 捷克要早點去 也要早點去嗎 因為越來越貴了 越來越商業了 對啊 真的喔 這個城市都好像假的一樣啊 這城市很漂亮 我也滿喜歡的 你也很喜歡 對... 對... 我跟我太太是糊裡糊塗去 你一定不會糊裡糊塗 你是故意的繞過去嗎 換了三次火車 換到了接著 換到了 到... 結果開始往狗爬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到那...然後到一個小站 或者那一接的火車 然後人...啪 全部不見了 那個小火車在燈也熄了 我們兩個站的小火車 旁邊什麼都黑 不知道怎麼辦 追 追前面的一批人 追追人不見了 追到一個路口 一個岔的一個山路 有個老先生坐在那裡 我就問他 我說Chesky-Kunov 他就指那個小小的一條 森林裡面路 我還是相信他好了 就走那個森林路下去 其實是一個捷徑 因為要不然你走公路會遠 我說捷徑走進... 那個...那個鎮是有一點下雨 一個人也沒有 其實也滿危險的對不對 還好 其實真的到比較鄉下的地方 反而安全 城市人多的這樣最危險 文士凱熱愛潛水 卻以為碰上恐怖經驗 我們直接打算沉船 一看去看看不錯吧 30公尺的海底 那個光線照不下來是全焊的 黑的 暗的 這時候你心裡面就開始很害怕 我年輕在找的時候 我想說他可能找不到我 要往上走 所以我正要往上走的時候 他就從我下面把我的腳抓住了 我整個人嚇了一下 這是鬼公司喔 其實也滿危險的對不對 還好 其實真的到比較鄉下的地方 反而安全 城市人多的這樣最危險 現在你們都在城市被搶 沒有 其實在隔旦時刻很遠 很偏僻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是全歐洲虎婆的 極散...虎珀的極散地 那我就騙我老婆說 你去那邊買虎珀 論金 論兩的買的 她就很高興啊 所以老婆帶了錢對不對 後來全部被搶爆了 你老婆有怪你嗎 她當然是... 她不怪我 要先怪我自己 這做男人的態度 都是我不對的 當你怪自己的時候 她就沒辦法怪你了 我覺得其實你知道 在日本有很多說法 就是 旅行的時候 夫妻最容易看出個性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到旅行的時候 也是最容易知道朋友 哪些朋友是可以出去旅行的 對不對 其實旅行的時候 就看得出每一個人的個性 對 所以我常會跟很多朋友們 講說不管結婚也好 交男女朋友也好 如果你有確定了對不對 去趟旅行 就你們兩個不要參加團 也不要人家說什麼 就你們兩個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 第一天還OK 第二天OK 到第三天結果就出現了 這個人可不可以繼續再交往 到第三天很清楚了 因為旅行是24小時 都會在一起而已 睡覺都在植物的那個房間裡面 你躲不到哪裡去的 你上廁所對不對 對 上廁所都一樣 躲到哪裡去 所以其實我真的 每個女朋友 我都是用旅行來測試 適不適合在一起或交往 你看他講話 每個女朋友都用旅行來測試 你的意思是說以前就是... 你是節目婚了 你現在講話很大聲到我 之前的每個女朋友 就是我都會用旅行來測試 說適不適合交往交往 其實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其實不見得男女朋友 也是這樣子 平常哈拉的時候是好像很OK 可是當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那個真信心出來說 這個可不可以深交 這時候馬上就看 有的人那怪貧氣就會出現對不對 所以國立 你跟趙薇 也是用旅行來測試嗎 他測試你吧 我們出國去過一次之後 他就決定了 因為結婚以後啊 一年要保證一大三小 出國一大什麼 20天以上 三小是七天以上 要我保證 簽下保證書 他才可以嫁給我 這麼愛跟你旅行喔 這一點你知道 就男人狗腿有狗腿的好處 一大三小 所以我覺得趙薇嫁給你 就是因為你跟他旅行 讓他覺得開心對不對 沒有 他覺得很好使喚 沒有 是可以一起旅行的人 對不對 我覺得史丹利也是 你跟繼續在一起 是覺得兩個人過的日子 不管旅行也好 平常過日子 他就是一個好的伴侶 就很好的玩伴啦 很好的玩伴 因為他一直把玩伴交在裡面 我覺得他這次回去會滿慘的 我覺得昆英就是兩個人就是... 就是不是愛來愛去而已 但是如果是可以一起玩的朋友 這樣在一起的話 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45年還能一起玩 對 對不對 如果老婆... 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老婆喔 有些老婆講 他喜歡玩 就讓他去 其實這個是... 其實是兩個人會越來越少相處 對不對 因為他的嗜好你不去參與 你的嗜好他也不來參與 其實...其實有的時候 這也不是一個最正確的方法 對不對 尤其旅行 如果你一個人去 走...走 對啊 他會玩 不會... 溫世凱...沒有結婚 我覺得你家婚滿嚴的 滿嚴... 好 你的家婚滿嚴的對不對 對... 你講話好像那種情報員 是受訓受得很完整對不對 對...因為我老婆常常警告 譬如說前天早上她醒來 她很不高興 她說我做夢夢到 妳跟另外一個女人在一起 我說妳做夢啊 所以她經常用這種方式 來提醒我 你的老婆有做夢夢嗎 不是做夢 可是有時候可能我在... 無聊在哼歌 或者然後可能哼到一首情歌 在懷念以前女朋友的那種歌 可是我也其實沒有意識 她說 會不會這個樣子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 那也是會喜歡這樣作弄我 對不對 我老婆比較那個... 神經比較大條 我一直回家跟她講 我今天拍戲 跟那個女兒兩個一起洗澡 我說 做夢還好 其實拍也拍了 做夢還好 我覺得妳老婆隨便買大條的 妳應該讓她吃了很多整頂器 溫斯凱應該沒有這種煩惱吧 其實 目前是沒有 可是我覺得一個人理想 沒有一個人的好 也有一個人旅行 一個人的不好的一個地方 對啊 像我很多時候 到最後旅行 我就變成都是玩 自己可以玩的 像我喜歡潛水 因為什麼 我找教練一對一潛水 然後到海裡面... 潛水不危險嗎 潛水啊 這個...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啦 任何的東西都有它危險 跟不危險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必須承認就是說 很多人越是因為 他認定他是專業 像我們有時候要... 我們要考證照嘛 我們要認照以後才發現到說 你因為你認定自己是專業 你忽略了很多的事情 對 像我去潛水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次 因為就想說要... 你知道嗎 從珊瑚漂亮 海歸漂亮 到最後你覺得 聽說喔 那個沉船 二次世界大戰沉船 應該去看看不錯吧 三十公尺的海底 我想說好吧 去啊 可是你一直往下走的時候 那個光線照不下來是全焊的 黑的 暗的 這時候你心裡面就開始很害怕 很害怕的時候 還好教練在前面 三不五時回過頭來 可不可以 你還可以打聲招呼 還好 可是呢 當你要看到船的時候 很興奮 興奮的時候 他已經鑽到裡面去了 那你要不要進去 我想說要不要進 好 跟著進去 可是剛好跟進去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有視差 外面還有點亮 裡面是很暗的 突然間你是什麼東西 都看不到 然後呢 眼睛在找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你整個人就想說 這下怎麼辦... 這下你就跟那個沉船一起了 而且在三十公尺的海底 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那時候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那兩分鐘的時間 我一直要告訴我說怎麼辦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不動 因為那光線還可以看得下來 我就一直慢慢轉... 轉兩分鐘以後發現不對勁 我想說他可能找不到我 要往上走了 要往上走 結果正要往上走的時候 他就從我下面把我的腳抓住了 我整個人嚇了一下 這是鬼故事嗎 這是鬼故事 很奇怪的件事就是 因為被抓的時候 你反而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他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那種興奮你會覺得 好棒 可是最後我自己再上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 我覺得旅行就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有自己玩 有自己玩的樂趣 跟別人玩 有跟別人玩的樂趣 我們一對一 可是他不見的時候 像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要當下處理的狀況 心情 很多事情 我要怎麼辦 可是如果是一對三 一對四的時候 我看不到這一個 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你知道嗎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會說 也不能說他們說 跟老婆都被牽絆怎麼樣 我覺得一個人玩 沒錯 有好的地方 但是一個人玩 他也有一些困擾的地方 是真的 對 所以還是把老婆顧顧好 文像顧顧好 老婆盡力 老婆盡力 但是我還滿建議的 就是帶老婆去潛水 因為呢 好 老師 千萬不要 老婆說 我不會游泳 沒有 太高 太低 太冷 太熱 都不行 對不對 好 Stanley OK 滑雪 潛水 騎腳踏車都OK 不用啦 我很好 我很好 今天非常謝謝 人生到底要怎麼快樂 還是取決你自己的行動 謝謝